这个健毅勇为的男孩快要死了 他刚刚在地铁上挺身而出 试图阻止骚扰女性的流氓 结果却被对方狠狠教训打成重伤 掀开男孩脸上的纱布后 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男孩的左脸皮肤几乎被全部撕下 整个下巴粉碎性骨折 情况非常紧急 医生连忙为他进行缝合 可就在手术过程中 因为男孩的脸部受损失在太过严重 医生们无法为他做修复处理 只能无奈止血提前终止手术 随后医生们叫醒男孩 把真实情况说给他听 因为受伤太严重 男孩将终身无法说话 无法再用嘴享受美食 尽管内心十分悲伤 但男孩很快调整了过来 他写字字朝告诉医生 正好最近自己不想说话 这下终于清静了 看到男孩乐观的态度 医生们都感动不已 到了下班时间 大家自发地留了下来 一起研究该如何拯救男孩 萧恩提议从胸部取下一些肌肉和皮肤 然后移植到男孩的脸部 这样最多胸口失去一点知觉 残缺的脸部就能完美修复 可如果手术一旦失败 肌肉组织不仅会感染腐烂 男孩还可能因败血症而死 于是医生们决定去找男孩商量 当听到可能会有死亡的风险时 小伙犹豫了 在平板上写了个部 医生们的脸上流露出失望之情 之前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 而就在这时 男孩又开始写字 去他的失败 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大家瞬间如释重负地笑了 随后手术开始 这次的难度高并且复杂 因为脸部有很多血骨 医生只能慢慢地一点点将其分开 然后再往里面移植肌肉 突然 男孩的动脉里出现大量血栓 医生们健壮赶紧将血管切开 及时地将血栓清理干净 男孩的生命体征再次恢复正常 接下来一切顺利 手术非常的成功 男孩不仅脸部被完美修复 而且连语言功能也恢复了 这时病房里来了一个女人 正是男孩在地铁上出手相救的那位 随后医生们拭去地离开 会在地铁上选择出手相救 还是视而不见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 我是兰兰 我们下期再见 下集预告 一对夫妻抱着婴儿前来就诊 丈夫一见到医生就破口大骂